愉悦倒地旧球 李子佳的防守其实一直被轻视了 就在世锦赛的首轮 李子佳凭借铜墙铁壁的防守 算是小暴冷战胜了五号种子乔纳坛 这场比赛当中 李子佳的失误率控制得相当好 同时还有他的防守也做到了极致 接下来第二轮的比赛 李子佳要迎接年轻的加拿大小江杨灿的挑战 两人此前交手过三次 都是李子佳取胜 但是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的全英公开赛 这次杨灿其实给李子佳制造了一些麻烦 我们再通过这场比赛来分析分析 李子佳要注意哪些方面 李子佳要注意虾 这次杨灾的比赛 一場比賽 从第一局上半段来看 李子佳开局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从领先到落后 李子佳后面给了对手太多后场进攻的机会 再加上自身的15有点多 不过分差不大 重点还在下半局 进攻击 十不可能有十。 十不可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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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 控制。 操作。 一般的排斥。 一般的。 好。 醜。 推出了 打开打开 中文字幕提供 李子佳通过26比24才艰难拿下第一局 整体实力来看 李子佳明显要强于对手 尤其是在进攻端 李子佳的攻击威胁性极强 只要防守上不给对手后场进攻机会 控制住自己的失误 杨灿的得分机会其实不是很多 第二局 李子佳打出力薄8比0的高潮 这段时间李子佳进攻端依然发挥出色 而且往前的防守也做非常好 这样的话杨灿就很难打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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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球虽然胯下没有打过去 但是李子佳前面的跃到的旧球非常精彩 不过这时比赛已经没有了悬念 李子佳打得相对比较轻松 最后这一球 李子佳通过往前博得机会球 21比11 非常轻松地栽下一场 从而以大比分2比0横扫了羊惨 这次施锦赛 两人再次相遇 整体实力李子佳明显占据上风 他只要控制好自身的失误 防守端不给对手候场机会 毫无疑问 晋级的应该还是李子佳 球迷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